我們在昨天新確認的本土病例數有4萬261位 那跟之前一天的差不多 比起上個禮拜三的4萬4千多位 少了大概將近9.7% 所以說目前還是病例數還是往好的方向 來發展 也就是說疫情就逐漸的 稍微比較鬆一口氣的這種現象 但是不管怎樣 目前的病例數還是不少 民眾這些的防護措施 還是不可以輕忽 另外境外移入的病例有56位 跟昨天的差不多 那死亡的病例數52位 跟我們之前幾天看起來大致上還是維持在一個 相當的一個程度 各界這個關心關切 為何日韓等國 可以實施確診者這個投票 臺灣目前仍然無法實施的一個原因 到底為何 日韓等國之所以可以實施這一個 確診者投票 包括美國在內是因為他們有 通訊投票 特色投票所 提前投票 等等等各式各樣的一個投票方式 且都有他們國家的一個法律依據 那與我國是有明顯的不同 那依照我們現有的公職選罷法第17 他的規定 選舉人除了另有規定外 應該於戶籍所在地的投票所來投票 也就是說針對這一個確診者設置 這個投票所在我們國家還有法律欠缺的問題 同時如果如果把17,649個投票所 也這個轉為特別投票所的話 那有些這個投票所他的確診人數多 有些他的確診人數只有一兩位 也有法定投票秘密 該與與如何維護的法律問題 醫師有建議說如果快篩陰的話 就可以戴口罩 然後快速的去投票 那這部分是不是還是會有疫情上面的風險 你怎麼看 謝謝 你說的是確診者嗎 對 確診者如果當天快篩陰的話 我想是這樣子就是說我們現在第一個 我要說明的是 世界上現在很多的國家 都還是對於COVID-19的確診者 都是建議或者是強制 就是一定要進行這個隔離 那我們所謂的隔離 就是不可以離開這個隔離的處所 那所以並沒有所謂的這個所謂的快篩陰 就可以過去的這樣子的這個相關的這個規定 那我們有很多所謂的快篩陰 就可以去活動指的都是指的這個檢疫 我們現在的這個0加7自主健康管理 或者是這個自主防疫這些規定 這些不是確診者 那至於說確診者目前是沒有這樣子的 這個規定